食堂里出现一只巨型蚂蚁 两兄弟刚下班要干饭 看到这一幕瞬间哑巴呆住 急忙从食堂里溜出来 怀疑自己眼睛是不是花了 可定睛一看 居然真的是比蚂蚁还大的蚂蚁 两人紧紧屏住呼吸 这不是高粱干上街茄子 天下奇闻 好兄弟准备悄悄离开食堂 没想到强哥的女友打来电话 让他赶紧点一份小龙虾送来 但强哥告诉他今天的食堂没菜 只有麻辣炒蚂蚁要不要 听到这话的大漂亮 帮他解释 却发现手机居然没电了 无奈下只能拿出食堂的唯一的武器 为了不让女友饿肚子 强哥决定要和巨型蚂蚁拼一拼 可背后的架子居然倒了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巨型蚂蚁听到动静 朝着两人躲的地方靠近 眼看就要发现两兄弟 可小可爱却掉头离开 两人激动的四脚爬地 于是强哥拿出一瓶碧 可这一庆祝 把身后的小可爱吸引过来 这不是台子上收楼鼓 没戏场了 两人撒鸭子就跑 可蚂蚁在背后紧追不舍 就差0.01的距离领和饭 强哥拎着小帅不断往后退 接着拿起旁边的小木棍 示意他不要过来 可小可爱哪里听得懂人话 见到强哥摔了都扑干 小帅又拎起旁边的小凳子 吸引巨型蚂蚁的注意力 可这下轮到他遭殃了 一个滑铲 小可爱直接掉到电梯里 随着电梯门的关闭 小帅却不小心摔倒 接着被巨型蚂蚁的樱桃小嘴咬住 强哥拿起地上的酒瓶子 想要阻止小可爱的下一步动作 可这招却没有任何用 于是冲上前要把小帅拉出来 可就在这时意外又发生了 两个毛孩被一只巨型蚂蚁盯住 眼看两人就要被吃得扎都不剩 就在这时 背后出现一个女人 对着巨型蚂蚁 砍了足足九九七十一下 这把地上两个毛孩 吓得裤腰呆住了 这不是女人中的战斗机吗 就像娃娃见了娘 笑竹颜开 可根据墙上的提示 这蚂蚁并不止一只 巨型小可爱闻到同伴的味道 全部都赶来了 三人要急忙离开这个鬼地方 趁着蚂蚁还没追来 大家直接溜进房间里 而小可爱也被钢门锁在外面 见到猎物消失的巨型蚂蚁 直接离开 这时小美却发现 自己的手机居然信号消失了 但强哥却在电脑监控上 看见外面的蚂蚁 接着他操控着鼠标 对外面的小可爱发起攻击 一边的小帅抢过椅子 对着地上的蚂蚁一顿秃秃 一下子就把外面的怪物全部杀死 可当他们回到营地时却发现 刚刚这里还在巨型party 现在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就像刚才发生一场战斗 三人察觉到不对劲 准备坐上车离开这里 可刚发动母行 头顶居然出现一只小可爱 趁着蚂蚁没反应过来 三人立刻开上摩托 离开这里 强哥和小帅心领神会 于是两人分头逃跑 可小帅的前方居然出现悬崖 这高度摔下去 不死也会领盒饭 就在大漂亮埋怨小帅怕死时 但他转过身却发现 大漂亮的身体 居然被巨型蚂蚁带走 他扶起摩托就要追上去 可车子在意料之中熄火了 这时和他分开逃跑的强哥赶来 两人决定一起去救下小美 于是好兄弟开上摩托 来到附近的蚂蚁巢穴 可这里却异常阴森 强哥拿起手电筒打量着周围 而这就像个无底洞一样 并且里面有无数的蚂蚁蛋 这时小帅发现了被白丝缠绕的残乱 撕开一看 居然真的是大漂亮 可就在这时一只蚂蚁出现 沙漠上出现一群巨型蚂蚁 而小帅的女友居然被小可爱带走 来到洞穴的兄弟俩 发现了被带走的大漂亮 可就在这时一只蚂蚁出现 下一秒就被远处的老大爷用枪赶跑 老头告诉小帅 现在并不是救出女人的时候 因为几年前 他和自己的老表来到矿洞 发现了地上有无数的子弹 并且只要稍微有一点动静 里面所有的蚂蚁都会出现 而根据他多年的调查 这些变异的蚂蚁是因为 漂亮国想要占领这个星球 没想到把一年前的蚂蚁惊动 并提示小帅 想要救出女友 就要找到漂亮国的武器库 这样才能一网打尽 可就在这时老头的背后 被一只不到十米的大蚂蚁 直接刺穿 两人慌乱地离开这里 而他们只能去找老头嘴中的武器库 很快他们发现了漂亮国的基地 但头顶却有一个自动加克林在巡视 于是两人趁着枪口转移的间隙 来到附近掩体 并且顺利到达仓库里面 可刚打开门就看见一只小蚂蚁 正在享受大餐 就在两人准备放弃时 强哥却无意间触碰开关 并打开了这里的暗门 这里有漂亮国之前 留下的最先进武器 接着换上战斗服 对着外面的小可爱 一顿突突 一下子就让蚂蚁领了盒饭 随后两人开上摩托 准备去营救大漂亮 两人再次来到洞穴里 小帅发现自己的女友没事 顺利将大漂亮解救下来 就在他们要离开时 小帅作死地叫了几声 对着巨型蚂蚁连开竖枪 可手上的枪有点不乐意了 提示他拒绝浪费子弹 但背后的巨型蚂蚁已经被惊动 两人开上摩托离开 这时他路过一个自动加克林炮塔 凡事经过的小蚂蚁 一下子被锁定 对着这些小可爱一顿炮击 没意会的功夫就全领了盒饭 可就在这时小帅的头顶 又出现一只蚂蚁皇后 面对自己后代的死 他异常的愤怒 小帅立刻开上车就离开 很快他又来到自己 无法逾越的那道悬崖 眼看蚂蚁皇后就要追来 小帅在女友的鼓励下 重新有了信心 接着卯足了劲 在巨型蚂蚁的追捕下 加大油门使劲轻轻一跃 顺利来到对面 而他也不仅战胜了心魔 也捕获了大漂亮的方形 两人顺利地离开这里 过上了不可言喻的生活 因为他的勇敢获得了双赢 所以生活中不妨大胆一些 一定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